我们今天首先来看看 在美国大选的现在 在今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国务院将履行承诺 以及将上任的拜登政府一起展开了权力移交的工作 而我们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 也确认他会在12月16日 如果美国选举人团都会把票如实的投给了拜登 没有人受到他的感召,然后转投给他的话 那么他会接受这个结果退出了白宫 当然他在退出那一天也是1月20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大家也在看 是不是他会在那一天开始宣布了他2024年要重新再战一次 也说不定 当然肯定不会很好很有风度的离开 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其实主要还是一个原因是在于哪里呢 特朗普他在美国各州所打的各种法律诉讼 除了在宾州已经召开了听证会之外 表达他不接受 仅有少量的邮寄选票 大概多少张 大概六七千张 只有六七千张是特朗普的票 其他数十万张都是投给拜登的 他对此表达了质疑跟不满 当然了 其实说坦白的 选举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会有人支持你 有些有人会反对你 当然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了 会邮寄选票的大多都是支持拜登的人 那么这些人真的是支持拜登吗 其实大家也都明白 这场的选战最主要是特朗普跟特朗普自己作战 而不是特朗普对上拜登 拜登这个小老额 其实大家对他的期望不是很高 他只有一个想法 包含了美国共和党的成员所举办的林肯计划 都是一样 是为了拉向特朗普而做出来的选战 那么这4年对拜登来讲 他就是非常挑战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在场外所声称的证据 真的是满天飞 几百页的证据什么都有 但是还包含了轮子神工的一个频道 更是言之作作 但是最终没有一个法院 无论是在进入申请验票 或者是自动验票 或者是人工验票的状况之下 最终结果都是没有通过 无论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 他们所持的一个州的法院 所能够认证的一个舞弊事件 而面对滨州这20张选举人票 说到底他是不会翻的 就算会翻那也是20张 怎么样 拜登他还是在其他州 所收集进来的这些选举人票 跟验过的票 都已经超过270张的门槛 所以无论如何 美国大选的争议 无论两方支持者你是愿意 或者是不愿意 都不重要了 这个结果都会在选举人投票之后 盖棺论定 但是拜登上了位 美国就可以得救吗 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 假设换一个角度来看 特朗普连任了 美国的就会世界和平吗 任何一点有国际观的都会明白 即使拜登你上位了 美国的处境可能会略有改善 因为他比较偏向是多边主义 但是实际上拜登政府要修复 美国过去失去的世界话语权 以及国际的信用 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拜登在很多的专家学者里面看起来 都是一个或许拜登他才是一个过渡政府 他要怎么样在这4年 去修复特朗普所退出的各种世界组织 以及特朗普毫无协议的状况之下 去单方面撕毁了各种国际协约 这都是大家会去观察的 你现在要继承特朗普路线 还是继承欧巴马路线 无论拜登继承哪一种路线 对于美国来说 大家都觉得看不起你 因为这两个人其实在国际上都没有做得非常好 这是大家其实过去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过渡政府 其实很多华裔的朋友 还有一个迷思是什么 都还是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 各位不晓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美国梦跟电影一样 什么奇遇都可能会发生 就算在美国一招致富也不是梦 更何况美国的最低工资 简直是屌打了华人的国家 美国根据导师去调查的 这是光麦当劳打工 一个小时你最低的薪资多少钱 大概是8元 8块钱美金 这是8元美元 换成人民币的多少 美元大概算起来差不多接近50块人民币 如果换算成台币 你在麦当劳打一个小时的工 大概会有200块台币以上的一个收入 那么去美国生活肯定要比自己原来的国家生活来上的好 为什么算成日薪 8864工作8个小时 你一天就有64块美元的收入 一个月有多少钱 假设我们努力一点都不休息 好不好 一个月就有1220的美元的收入 等于光在麦当劳打工 换算成人民币 他就过万人民币的收入 真是太美好了 对不对 你在中国两三千的收入 三四千的收入 去美国 你再去数十件打工 你就有1万块人民币的以上的收入 这么好的东西 当然要几波头过去 对不对 在那边赚到钱 存钱 然后回来加瓜中药主 是不是 在换成台币 换成台币也有超过4万块的收入 对不对 有这样的收入大家都要去 对不对 这收入比较好 当然这个是谁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爬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有多少人去算过 这样子的收入 在美国当地 你能可能租一个像样的房子 你是租不起的 不一定租得起的 就算能够租到一个比较差的房子 我们先能够活 再求好生活 对不对 但是你在那边生活 你必须要保险费 水电费 通勤费 加起来肯定就超过1920块美元 连饭你都可以不用吃 这个是还蛮残酷的一个事实 当然你租到一个更差的地方 但差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方 附近的犯罪率很高的 当然你可能可以过 但是你要能够活下去 那也才是一个道理 老师看过很多的中国朋友 都有很多这样 其实年轻人 他们很多这样的美国梦 问他们你要去美国 你要去怎么样生活 大部分都给老师举这种打工的薪水的例子 就知道这个收入差别是很大的 然后愿意住差一点 因为我们刻苦耐劳 存点钱在那边好好生活 然后在那边生根发展 开支善业 但是实际上去了美国 莫说你生活好不好 大部分怀有这样梦想过去的 光活着还不知道生活 光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而真正有能力的还是在哪里 就是在那个地方 比如在美国 在英国 在欧洲 有念完大学 你要基本上的大学学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你有了实在能力 那么你才能够去谈生活这两个字 如果基本上没有欧美认可的大学学历 就算是去十之八九 你都要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而不会在那个以上 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你只能当一个劳工 而劳工 他们一定是美国当地人优先 这个是他们很现实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苦苦挣扎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当然或许很多人会说 至少美国他比较多的机会 老师还是只能说 别人问老师说 你在还没有准备好状况之下 你移民好不好 老师必须告诉你 非常抱歉 机会不是给准备好的人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机会是给谁 机会是给有能力的人 机会这个有能力的人 今天要开了一个很好的缺 那他需要基本的学历跟技能 你准备好 你很努力去做 但是你没有这个实力 你要怎么去做 所以说有能力的人 基本上去哪里都会生活都不错 无论你在西班牙 无论你在美国 无论在中国甚至在台湾都一样 有能力的人你到哪里都过得很好 而什么样的有能力 基本上还是在于能够把时间花在培养你的专业能力 或者是学士的地方 比如老师刚才讲到的 你至少大学学历 或者是你有专业技术 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当然没问题 而不是在哪里 而不是在酒吧追剧或是政治问题上面 去追求什么美国式的一个自由民主博爱 但是说实在的 你根本也不是什么政治团体的核心人员 你只是图个参与感 然后瞎缴获的人 举个例子来说 老师举个例子来说 台湾有个知名的法医博士 他叫做李昌宇博士 他在美国进修 他读美国学校的 他在美国的学校进修的时候 别人的台语包含台语的 或是华裔的朋友 他们都是怎么样 放学或是下班的时候 或是在休假的时候 他们去做什么 泡酒吧 美为其名叫做广结善缘 结识当地的人脉 但是实际上你还是去吃喝玩乐 这个没什么问题 或者在假日的时候 李昌宇博士在实验室里面实验 别人怎么样 开车出去联谊 所以李昌宇博士 他在他就学的时候的成绩 是十分的悲然 非常好的 所以说当他毕业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要回台湾 或者是要去留在美国 其实都没有问题 他都有发挥的舞台 所以人的实力在哪里 那么神明跟上帝给你的阴影之地 就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而为什么老师讲美国的黑暗面 甚至于老师讨厌美国吗 不是 在此时此刻 世界第一强权的美国 他们的国内正面临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 是目前美国里面有2600万的人口 他必须去透过食物救济才能过生活 也就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 来维持家庭的生计 就活下去这件事情 2600万个人 美国4亿人 你自己换算一下 2600万的人口 到底是占了百分之几 而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给你的现金 换热送的服务 那么这些人就必须前往食物救济站 去排队排多久 排4个到5个小时 甚至到7个小时 去领取了一箱救济的食物 而这一箱救济的食物 至少要必须要过一个礼拜的生活 这些人都是长期失业的人口吗 都是经济窘困的低下阶层吗 不一定 有很多人是新进来的中产阶级 在失去现在收入的状况之下 家庭的存款不足以支付 什么 日常生活所需 而这个状况 亦不符合现在他们美国一行 可以对你受信的贷款资格 所以他们必须去加入领取救济食物的大军之中 去领取可以维持生活的食物 还是一句话 我今天不是说什么好日子 好机会 好日子 就争取食物这两个字 就光吃饭这两个字 就很难了 而这里面都是 都是完全是很紧迫的人 老师刚才说不是 有些人去领食物 他是看的是奔驰 以及台湾说的宾士 看了崭新的宾士 去领这救济食物 但很多人会说你至少还有宾士 你还有名车 所以说你把车子卖掉 你不就可以过好生活了 你何必去领这些救济的食物 但是按照美国的生活习惯 包含了其实不止美国 包含了台湾 中国 香港 日本 新加坡 都一样 这一台车 基本上也是贷款来买来的 那么你现在把它折价卖掉了 可能还不够还你贷款 就算你这个月继续开了奔驰车来 下个月的奔驰车 还是不是属于你所有 都还是一个问号 当然同样状况之下 很多人会去想是说 这个东西再怎么样 比中国好 中国至少有什么 6亿人 你的月收入不到1000块人民币 但是我们还是要很现实的讲一句话 这6亿人很大一部分 他至少还有一块地 有一块地你可以种 可以种点粮食 日子上你的物质生活 可能过得没有美国家庭这么好 但怎么说你碗里还有一份失误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去说 中国比美国还强 而是我们必须要从现实面来看看 当社会发生结构性的问题 基层百姓的现实生活状况 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 当然美国主要的问题 还是畸形的资本主义 所造成的这样很大的困境 过于鼓励了什么 享受当下消费未来 所造成的所谓的欧美世界的自由民主世界 百姓几乎难以安居乐业 必须生活在 你终生都必须可能在长寨的日子中来度过 他们什么都要贷款 房子一贷款30年40年都有 那么你所有生活都必须透支去消费 这在美国的白人家庭或者黑人家庭 是很常见的 通常在亚裔的家庭 他们控制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到第三代 通常也都是跟白人一样 不去负债过度的消费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而这个问题只有美国吗 只有欧洲吗 中国有没有 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在中化文化之中 我们的一个家族的延续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过去的一个门第观念很重 比如说我们要求什么 我们要求门当户对 你是什么样的人家 配我们什么样人家的小孩 这个是要门当户对 OK 这是很迂腐的 但是过去似乎比较少见到 你跟现在中国一样 你必须要有一个婚房 你才能够进行婚礼 而随着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策略 是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开车在路上 打左转灯 却往右转的这种方向 经济飞速成长 这个是没有毛病的 是没有错的 但是实际上 却让很多的百姓 却平均负担了 经济发展之下的必要之二 也就是什么 不动产的价格飞涨 说一个实在的 在中国普天之下 墨飞网土 没有一块土地属于百姓的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 真的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所行使的土地国有政策 基本上到了第一个70年 几乎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百姓甚至财团 可以顺理成章的 无偿继续续约精华土地 没有问题 保有高价的不动产 让土地几乎可以说 又回到了类似世袭制 少数的精华地段 掌握在极少数的财团 跟个人的既得利益者里面 都市化后的百姓 透过地产商赞助的一个什么 电视节目跟戏剧 不断的去宣传 结婚你一定要有婚房 所以年轻的一代面临到什么状况 他必须把他自己在努力 在工作 在创造未来的同时 很大一部分收入都拿去买房 你要缴首付 你要缴他的每个月的开接 去扛这个房贷 那么第一波的土地持有人 他已经赚走了第一桶金的发展红利 例如广州穿人质托的这些包租公 成为一种土豪 但是其他人 我们的下一代跟下下一代 新兴学子以年轻一代 在这70年之中 你是没有这个能力 去再去取得一个土地 你只能在老家去土地 老家取得 农村可以取得 有用吗 我今天如果要发展的好 我必须去都市 因为乡下没有地方可以发展 中国的发展程度没有强到是说 连在比较乡村的地方 你都有发展的机会 没有 你今天你要富国强兵 你必须要人才积极 人才在哪里 人才在都市里 在学校里面 但是现在第一个70年过了 土地依然是世袭 现在学子必须再等70年 不是吗 所以这些年轻人都必须向另外这些 既得利益者去妥协 为什么 因为资本主义下 能居住土地的不是正义 而是只有利益 所以我们看到任何发展很好的地区 周边的居住问题 交通问题 在中国居住土地 在这种状况 这土地这么多的中国上面 他发生的像什么 像唐朝一样的状况 是什么 上品无海门 下品无四足 你要真的往上爬 南上加南 不像过去2020年开放的时候 你努力都会有机会 现在中国年轻人 你努力你真的会有机会吗 你考过了高考 本科的毕业 你真的能够在社会上取得一个 很好的一个收入 可以养家活口吗 不 现在不容易 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现在中国的新一代 其实过得比过去还要辛苦 他们承受的一个少子化的一个家庭责任 却没有了这些社会资源 这些资源全部掌握在 掌握在什么 掌握在四五十岁 甚至六十岁这些人的手上 所以说中国身为后起之秀 我们看了美国 美国的现在贫富察局跟社会问题 几乎可以说是历历在目 但是中国五年之后 他会不会发生问题 不会 我们可以确定中国五年之后 可以成为世界不可动摇的第二强权 这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是军事或是经济 都是没有办法撼动的 但是中国无论40年或70年后的 土地制度无论是商用地或是自用地 70年后的土地政策 低端起满的现在 都可以进行无偿的 那些无限序约的状况产生 那么美国今天的社会结构崩坏 贫富差距的疯狂拉大 在中国也只会照本宣科的必然发生 因为一次就70年 70年那是三代人的光景 你知道吗 那么再一次的社会动乱 改朝换代或许在中国克雷 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各位你觉得呢